Hello,大家好,我是Tan 欢迎来到7月中旬的跟不跟 按照惯例我们要回顾一下 7月上半旬有什么我错过的发售 然后我看了一下 还是没有 没有什么错过的发售 有时间大家去听这周一轮的新专辑吧 当然要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再去听 或者是看之前去听 反正要看完再听 首先我们开始7月下旬已经确定了一些发售 7月15号将会发售 我自己期待了很久的这双Air Max Penny的联名 跟Social Status 这两个配色其实都非常好看 我觉得偏魔术那个配色可能跟合我的胃口 但是这个问题又来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不只买魔术配色就好了呢 但是说是这么说 我应该最后还是会买的 因为这种一些整体的质感呈现出来的话 的确是跟市售版本的 之前的这种元年的配色 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 首先整个鞋面 鞋舌的质感全部都有所提升 然后在鞋舌部分 它加了一个小小的Lace Lock 这个也是我觉得一个点睛之笔 再来就是它的这个钩子是可换的 就是它有这个魔术贴 可以换不同形式的放在上面 上期根本跟我看弹幕里 还有人问Air Penny 它是给谁做的鞋 看来Air Penny的系列的视频 可能已经迫在眉睫了 7月15号同一天还会发售 Martin Rose和Nike Shox MR4 这是一个R4的改装版本 然后最近Shox 不知道为什么疯狂的在往回刮 包括之前跟Supreme的联名 然后我自己觉得装鞋超级苦 超级苦 不是因为我喜欢Shox 因为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喜欢Shox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长大 又有谁没有真的被Shox 惊艳过那么一秒钟呢 是不是 在上脚前的一秒钟 你肯定也是被惊艳过的 上脚之后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装鞋整体其实做了非常有意思的改造 包括后面它这个柱的高度 贼高 然后前面的话 做了一个像肩头皮鞋一样的设计 所以很有意思 就有点想买来试一试的 大家想看吗 想看我穿这个鞋吗 我自己都不太敢想自己穿这个鞋 其实 但是我觉得挺酷的 这还挺酷的 同样在7月15号这一天 还会发售一双唇白的Air Force One 这双跟我们市面上能看到的唇白 是稍稍有点不一样的 因为它整个鞋的皮质感是比较爆棚的 包括整个皮内衬 然后整个皮质的鞋垫 这应该是 然后内衬做的也是比较薄 这种质感是很好的 这是为了今年40周年 单独出了这么一个 这个名字叫什么都忘了 就是Fresh 就Air Force One Fresh 喜欢的朋友不用我多说了 很多Air Force One的爱好者 这双鞋我觉得他们是必买的 必收的 我毕竟不是这个Air Force One的那种 钟爱粉 就是我也我很喜欢 但是我没有那种就是 我一定要收集 每一个周年庆版本的纯白什么的 这个我倒没有 接下来9月16号将会发售 New Bud 9060 这个配色是Sea Salt 海盐配色 然后这双鞋的话 很多人问我 就9060这个鞋型 就有很多人问我 问我这是什么值不值得买 觉得怎么样 希望我能够做视频 比较可惜的是 我本人对这个鞋 其实没有任何的喜欢 所以说我自己应该是不会买的 也不太可能会做视频 这个比较可惜了 毕竟对吧 我是一个不赚钱的球鞋垃不住 所以说你说 让我搭太多钱去做 你们想看那些鞋 前提也得是我自己 真的是有那么一点喜欢 2002R那个 其实已经算是我走出的 非常努力的那一步了 但这双的话 真的是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我真的是不太喜欢这双鞋 当然我可以理解 很多人喜欢这双鞋 因为第一线就弯层火 第二 这个相提鞋 我叫它相提鞋 也挺火的 第三就是这个颜色 这双鞋的颜色 其实整体是比较讨喜的 而且第四就是 我觉得应该有些人穿 的确会很好看 但是我觉得不是我 然后我也真的驾驭不来 穿不来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属于 是我自己的身为无能 怪了别人 朋友们7月16号 将会发售 HumanMate和阿尔加斯的联名 Admatic 这双鞋其实今天 我已经吹了好多次了 然后好多人还问我 就是你有没有这个鞋 我吹过很多次了 而且我自己也收到了一双 我很喜欢这双鞋 然后这一次的话 联名的配色也是 非常的好看 不得不承认最近 我觉得HumanMate 做的一些球鞋在联名 是相当拉的 但是这双鞋 理论上来讲 我觉得应该是卖得不错的 尤其是中间这个橄榄的 以橄榄绿为主的颜色 这个颜色做的是真漂亮 7月19号将会发售 LV和Air Force 1 这一次是正式的线上发售 也就是说 不再有之前的那一套 什么你必须要有什么购买记录 或者什么VIP 才能买的这个权限 我相信应该也还不是特别好买 但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最近Air Force 1 和LV这个联名的价格 已经开始往下走了 这个就验证了 之前我在我那期视频里面 讲过的 就是大家想买的话 别着急 这个鞋的价格 势必会下来的 而且这是一波配色 之后还会有更多的配色出来 所以到最后 很有可能有很多配色 都是可以原价买的 虽然这些原价就不便宜 但是如果给你一个原价买的机会 我相信很多人 还是愿意去原价买的 是不是 7月21号 还会发售Union LA的 另外两个Quartez的配色 之前两个配色 我讲过 我觉得挺好的 只不过就是没人买账而已 这两个配色出来 应该也是没人买账的 但是我也觉得做的挺好看的 那这两个配色 如果我自己选的话 我可能会选这个 叫做什么 Light Smoke 是不是 还是叫 Smoke Grey Smoke Grey 这个颜色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上面 配的红色和紫色 有点像当年朦胧的感觉 所以我会比较喜欢这个配色 7月22号 将会发售一双 AJ5D邦版的大巴迪配色 然后这个鞋 一言难尽 我自己是一个 不喜欢乔丹正在D邦的人 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 尤其不喜欢像乔5乔6这种D邦 因为它做的就是特别不走心 就完全就是那种 一刀咔给你切掉那种感觉 反而像后期 带着这个D邦的设计思路 去做D邦球鞋的那些 我还稍稍喜欢一点点 比如说像什么 这个 乔103D邦 或者是乔14D邦 它还是在鞋面上做一些小小调整的 我还更喜欢一点 像这种直接简单暴力的这种 后期硬做的这种D邦鞋 我自己是真的欣赏无能 欣赏不来 7月27号将会发售一双 乐榜3 The Shop 这个配色的灵感来自于电视节目 The Shop 大家如果看过的话 我只看过一些片段 灵性的片段 就是乐榜 他在这个Barbershop 理发店里面 跟其他的一些名人什么的 反正聊天啊什么的 就是不走心的配色 然后刻意的去架一些灵感和主题 希望这不是詹姆斯自己提的配色 有些小细节看得出来 有可能是他自己要求的 比如说像鞋的这个前掌内侧 他有这个330 这些都是当年这个好多乐榜3P 以上才会有的一些点缀 但是这些小点缀是不足以让这双鞋 有任何的 让我有任何的购买欲望的 完全没有 这个是非常拉的一个复合配色 接下来咱们进入到球鞋新闻的部分 那首先咱们聊到 就是Jordan Brand的一些球鞋新闻 第一双想聊的就是AJ36的巴黎配色 那这一次依旧是一个限定的配色 跟34 35都不太一样 整体的设计风格是不太一样的 完完全远的利用了这一次全新的鞋面 做了这个颜色渐变的设计 整个颜色的调性 跟之前的前两双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更加的有青春活力一点点 我不太喜欢它这个鞋面上面 包括像这个Margard 打击板上面做的这些条纹的设计 这应该是巴黎的地图还是 应该是地图吧 反正我不太喜欢这个设计 说实在的 就有一点点乱 但是其他的部分 整个颜色配色什么的 是我喜欢的猛龙子 接下来咱们直接无缝衔接到 AJ37官方正式发布 然后我们也都看到了一些视频 讲它的一些科技 一些宣传上的东西 听起来的话 就是非常的牵脚 有一种这种 想要做新老结合的感觉 然后一方面看起来 可能有一点点笨重的底 然后特别特别轻致的鞋面 但实际上穿在脚上 应该是非常轻致的感觉 要说我最喜欢的地方 可能跟很多人都不一样 我最喜欢的地方 就是在这是哪个配色 就是官方其中一个配色 不是图吧哥那个配色 另外一个配色 是之前巴萨罗娜 乔齐的一个配色 是不是 它这个鞋帮处 它做了一个黑色 这是我觉得我喜欢的地方 尤其是这个配色上 让我想到了乔石器 除此之外 没有太多能够吸引到我的地方 接下来曝光的这双 是一双AJ14的一个Ginger的配色 这个是一个元年的配色 只不过元年是一个低棒的版本 它做回了一个高棒的版本 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是AJ14元年配色里面 特别被低估的一个配色 就很好看 很好看 低棒AJ14 尤其是元年的一些配色 好多都超级被低估 然后这个配色 不知道为什么不做成低棒 它做成了高棒 最后一双要聊的Jordan Brand 就是一双AJ4的复合 然后这个貌似是一个女生的版本 是不是 不确定 全子的鞋面 然后让我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Travis Scott的亲友版本 这个肯定算是个平T了 就跟之前的棕色 还是真子颜色一样的 就是一个相当于平T版本的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也有很多人说 这个像初号机是吧 都差不多嘛 鞋面质感是不错 长薄几皮 这个在乔四上面 是特别能够体现这种质感的 然后我相信这个鞋 应该会超起来的 对应该会超起来的 好了 接下来咱们进入到Nike方面 Nike这边要聊的第一双鞋 就是Quartez 这个跟Sakai联名的Quartez 这个鞋我贼喜欢 所以这个鞋 我应该是完完全全会买的 我真的很喜欢 这一次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它前面加了两个ZoomPod 所以我觉得舒适感会增加很多 其次就是这个鞋 从侧面看的话 它两个鞋帮 因为它是相当于一个叠加 两个鞋帮的高度差距有点大 会让你从远看 误以为它的后面是放了双鞋 而不是放在了里面 接下来CPFM和Nike Dunk Low的联名 这个鞋做的非常有意思 然后也是大家期待已久了 是不是 终于这次有了官图 所以说应该离发售时间不远了 我是很喜欢这双鞋的 我觉得这双鞋非常有创意 CPFM的联名 大部分的我觉得都做的蛮好的 反而鞋炒的特别贵的 我不喜欢 比如说那个马天星的Dunk 我就不太喜欢 但是这双的话就是我喜欢的 两边的这个鞋面也是不对称的 一边有勾一边没勾 这个也是挺酷的 就很大胆的设计 不知道实际上在手里面 它底下这个中底的 风额的呈现的效果 到底是怎么样的 如果跟图片一样 那我觉得这双鞋 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今年Top10 接下来提前曝光的官图呢 是Air Max Penny 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Air Max Penny的发售 然后这个配色 其实也是很值得收的一个配色 因为这是当年的一个全明星配色 就Air Max Penny的鞋面设计 有一种迷之魅力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就我年轻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get到它这个美 就这个鞋子是非常美的 整体的这个线条什么的 唯一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这个鞋特别的不跟脚 就我当年穿的时候 我就感觉就怎么勒也勒不紧 然后鞋带会越穿越松 就你穿一会之后 它就开始松了 所以说这个鞋就是 当年我也不觉得是个实战多强的鞋 但是对吧 它帅呀 接下来Tom Sachs和GPS又出了新配色 然后这个配色呢 是我还蛮有购买欲望的配色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配色要比首发配色 包括之后曝光的那几个 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配色相比 这个的话真的好看很多 全黄的鞋面 然后配合这种白色的高奶底 然后就很简单 简简单单的很干净 这个配色算是做对了 接下来Nike Airship 将会迎来真正的大面积发售 当然还是以这个乔丹自己的PE版本 为蓝本做的 跟之前的元年的Airship 是肯定不一样的 然后这一次白红这个配色 是在这个套装里面出现的 这一次将会单独失手 还看到了其他一些曝光的配色 什么白绿是吧 白绿白黄什么的 还挺不错的 我觉得如果当年没有买到这个套装 或者说觉得 哎呦套装太贵了 我觉得这一次单独买Airship 将会比较值 因为我几乎可以断定 这个Airship 应该是买不动的 所以说对 我觉得除非它超级限量 就像之前那个 欧线的那个黑红的PE一样 只要不是那么限量的 应该是很好买的 特别良心的跟大家讲 因为我自己做过 那个New Beans Pack的视频 其实Airship 是更惊艳到我的 相比乔185来说 因为它整个做回来的 那个鞋型质感 皮的那个软的那个感人程度 真的是很不一样 所以对吧 喜欢的朋友这一次 我觉得可以蹲一波 最后咱们来聊聊这双 之前被大家期待已久的 Nike DankSB龙虾配色 这个G龙虾 然后这个配色 其实我良心话讲 我觉得做的特别一般 而且其实紫龙虾 我虽然有紫龙虾 但是紫龙虾 是我觉得就很拉胯的一个联名 就是当年潮得很高 的确是因为它颜值挺好的 就从远看的话 颜值挺好的 但是拿在手里面 第一它的质感 跟前两个龙虾 是完全不能比的 第二它的鞋型 跟前面两个龙虾 是完全不能比的 第三它的舒适度 跟之前的龙虾 也是完全不能比的 而且说句实在话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再继续做龙虾了 就真的是没有必要 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赚钱 就是为了再拉一波 Nike DankSB的热度 因为现在热度已经下来了 所以拿这个硬拉 我觉得 太一般了 好了 以上这边的视频 全部内容都非常开口 就不要忘了 我扣一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是Tan 我们下期见 拜拜